主料,虾仁10个,辅料,油,盐,凤梨,番茄酱,蒜,青椒,红椒,砂糖,料酒,胡椒粉,淀粉,鸡蛋一个,蜜醋,香油,老抽,准备时间,10到20分钟,制作时间,10到20分钟,煲好的虾仁,用料酒,胡椒粉,淀粉拌匀,鸡蛋打法,把虾仁在干淀粉里滚一下, 再沾上鸡蛋液,把油锅里炸的金黄色,捞出,吸油,凤梨切成小块,蒜切成蒜末,青,红椒切成小丁,起油锅,爆香蒜末,加番茄酱,加入青,红椒和盐,砂糖,蜜醋翻炒后,加入适量水,倒入炸好的香球和凤梨块,放点老抽上海,翻炒均匀,用淀粉够薄切,起锅前淋点香油即可, 烹饭技巧,海虾本来就有腺味,腌制时不要放盐啦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